我们今天热门话题来撑流量 如何在独处中获得能量 有些人觉得一个人很无聊 很孤独 其实我本人也是这种人 那我当然有权利说 那怎么办呢 想办法吧 现在互联网 那么跟大家交流的机会就多了 然后呢 你多出去走一走 也是会心情好 首先外面的空气 那是自然的大的力量 你会出去 有的时候都不想回来 当然有 但你的常态又不得不在家的情况下 怎么办呢 那除了跟网络 通讯这些 之外啊 就一个人 找点事做 当然是做有意义的事 读书啊 你说我读不下 静坐啊 那有什么用呢 都能提升自我的能量 读书读好的是古人 我们可以跟天地自然交流 跟古人对话 可以啊 这何尝不是一种境界的 你如果境界再高 一个人 清茶淡酒 小酌两杯 那么 这种 当然我自己 可能还完全达不到 你起码两三个人了 那人真的是群聚 你会发现 人跟人 那真的是 哪怕是九肉朋友 有 大不了少去 那如果你没有朋友 九肉朋友也是朋友 朋友很多 那就要减少一些 你这晃啊 混啊 逛啊 逛啊 那时间都浪费了 你心情才会愉悦 这是想办法出去的 跟自己一个人独处 该怎么办 真的到了一定境界 你跟自然融为一体 跟深山老林里 一样不觉得孤独 但是这个过程 是要相当地磨合孤独 那 没办法 而且很多高手 孤独求败 打这个比方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取高和寡 你真的水平高了 你会看不起很多人 你 水平高了脾气大 通常这种人 都是很有能力的 在某方面 他接着这个 就长了他自己的这口气 那 这是一方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你在家里 很多事情 也可以做的 尤其现在时代 你在静坐当中 你会瞬间安静下来 找回自我的本心 不管是身体 心态也好了 他都在调整 那一刻是平静的 甚至好多想不通的事 那灵光一现 哦 原来这么回事 你经过这个调整 晚上睡眠也好 睡醒之后 又想通一些事 这都是亲身经历 百事不爽 所以这都是办法 都是在自我提升 找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 如果有闲暇 其实我都没有时间静坐 我都很可惜这个时间 好多事不得不做 如果长时间压抑自己 孤独久了 那会非常的爆发出来 要么就抑郁到底 就是 我们 我 好多心